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晚四十多岁 我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很想哭 好像一个孤儿 一个爸爸妈妈认回他的子女一样 泪眼望前情 最赞的时间是明天正式开始 回归期间 不少听众打电话去电台谈掃心声 这类的封烟节目 在香港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 最初封烟的内容以民生为主 市民多数是投诉政府部门处理失当 商人网顾消费者利益等等 踏入中英谈判期 香港社会日趋政治化 封烟节目中 论政气氛就越来越浓厚 由于具备开放互动 即时沟通这些特点 时事性的封烟节目 一直深受欢迎 收听率是电台之冠 回归期间有感而发 封烟节目正好讲出 大时代小市民的心性 今天是7月2号 回归了两天 这段时间香港人有很多感受 很多心声 其中不少都是透过 刚才所见到的电台的封烟节目 表达出来的 今天我们就特别讨论 这些节目本身的发展 请来的是封烟节目的王牌 风波里的茶杯的 节目主持人郑经汉和林毓华 还有的就是90年代的 吴明林和梁家永 好了大家这一轮都听到 不少关于回归的心声 不如你们讲一下 你们听到的感受到的回归声音是怎样的呢 吴明华 昨天我们没有机会做节目了 30号和今早早就听到很多市民的电话 似乎是无奈和那个心情很沉重 都是挺弊异的 那个心声比较多些 就跟我们在媒介里 特别是引擎 我们看到那些什么热烈宽腾 那些气氛就大意其趣 吴生呢 我也有同样的印象 就是很多打网来的市民都表达到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 准央是接受香港回归 成为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 但是呢 对前途感到很担心 特别是担心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啊 个人的自由啊 其他方面的自由有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都很矛盾 还有都是暗暗的比较多 其实都在你们那里表达得比较真确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就是在30号那一 就风波里茶杯听到的电话 就似乎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快乐的多些 90年代就一半一半 就是有点不快乐的 其实你们也觉得 为什么会有个有点不同的转变呢 会不会是你们在选择 就是听众的时候有个不同的取向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很希望找到一个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很可惜的就差不多没有 我想会不会是 真是好像他们所说的就是说 这些是那些大声的少数人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大声的少数人呢 就霸着那个大气电波的空间 就唱书几件 那有些呢 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呢 就是根本就很开心的 但是问题是因为开心嘛 不需要打电台表达咯 有可能的 比如其实你们觉得 就是在这些节目上呢 以观众 听众的意见的自由度 其实有多少呢 很多时候都有些不少的批评 比如说九十年代呢 就是说你们就是 对于亲中派的言论就不是那么欢迎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啊 明楠 因为我们打进来的那些听众呢 首先我们就不会问他究竟 你这个立场会是怎样的 只会记得他的主题是讲什么的 可以说是很随机的 其实播出街的电话 那刚才你提过的问题就是 这几天在回归这段期间 那些人是什么心情也认为多呢 那我自己感觉到就是 大致上是三类人 一种人就只喜不忧 另一种就只忧不起 但是更多的人呢就是既忧且喜 而第四种人呢就是 又不忧又不起又不喜的人呢 今天就不会打来 不乏对事 不过我想基本上呢 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说出来就是 我们就不以听众的立场 来作为选择听众的标准 我们每天有百多个 接到百多个电话 因为一个女孩子接电话 但是播出街可能只有二十个 那当中呢 我们绝对不会说 喂 你对这个问题 你忧的因为喜的 忧的就占了一半 起的就占了一半 而这个是占了一半 那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而不是那个偏道呢 一个刻意的选取的标准 你们选不选择听众的立场 我们最喜欢有反对声音 其实有反对声音呢 才可以有些火花 就是我们很喜欢和听众 大家互动拆出火花 但是问题就是通常都找不到 什么反对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 正正的问题所在呢就是 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 似乎那些反对声音 可能不是很喜欢打到你那里 但是你五明林 会不会就是怕被他骂 五明林好人事 你说反对声音是否 就是反对你的声音 还是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 就是通常反对我的立场 反对你的声音 反对我的立场的声音 不是反对我 我没有什么值得反对的 就是会不会是因为 你的声音太强 或者意见太强 令到一些不够 或者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 不敢打电话来 如果我们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封建节目里面 都标榜言论自由 你们给了很多自由自己 但是你没有给自由别人呢 绝对给自由他们 不过有组织的反对声音 因为打兵不明白 是 就是我们并未列为打击对象之一 是 就是这么说 通常我们很鼓励 他打来的时候 不单止说出他赞成一个反对 他要准备说出反对的理由 或者赞成的理由 譬如我来说 我很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讨论 就是他不单止是赞成反对 他要经得起我 要追问他 如果你赞成的话 为什么 你反对的话 为什么 你不可以单纯地 就靠声量的大小孩来盖过我 就是这样 我都很坚持这件事 不过电话中间 很多时候有些感性 譬如今早上我们也有收到一个女听钟 就是政参的下午 就是不舍得殖民地的政府 是已经是完结了统治香港 会不会他们 其实不是眷戀 就是英国人的统治 而是眷戀 就是说过去那段日子里面 他们能够在那个谨严的法治底下 按照自身的努力来 改善自己的生活 那种自由 是眷戀这些东西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过去那几年 我想社会富裕 以及一些人就 难听说就记得利益者 大家都是小康之家 突然间那个时代的转变 对将来是有一些保留 擔心 我想这件事难免的 再加上你看到电视的转播 当然交接的仪式很动人 我觉得任何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升起 那一刻都有骄傲 但是同时看到英国人走的时候 又很相感 大家都在英国的殖民地社会那里成长 而它又不是太坏的 我想尤其是年轻人 我们老一些就受过那些苦 可能见证过 或者自己未亲受过 但是近年来老实说 这个殖民地政府也都很开放 也都没有做什么坏事 那变成了一种 比对之下 比对之下 也不是比对 也没有比对 我想那个问题就是 觉得有些好的东西 就是大家已经掌握在手里面 走了 但是又接受现实 香港就是中国的地方 大条道理 等于问 喂 喂 吴明林你可不可信 你父母的啊 你喜不喜欢你老婆子女啊 我担保你怎么都说喜欢啊 好的 理术当然说是 没得说不是的 回来说回风景节目本身 就说了很多言论自由的问题 那就是 已经有很多批评 比如在90年代来说 你们不接春中派的电话 在风波里茶杯就说 你们就专闹那些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就导致不同意见的人 可能不选择打电话给你们 我就想问一下 我都经常想问我的听众 还为了批评我的人的意见 如果那个人和我的意见 即是同一鼻孔出气 我骂他什么 我怎么骂他 即是没得骂 那我问 喂 你吃了饭没有吃了 或者一起 做完节目一起喝杯茶 你说好 那我就有什么好骂 问题就是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就不是叫骂 那就是互相 就是 讨论 讨论 你变级一点 你声音又大一点 对你对讀观众 听众来说 就可能没有那么有利 就会和你聊起来 相等的 又不是录音的 即是这个所谓直播节目 有些人很聪明的 声大过我 是不是 但是他们是可以争取机会 即时去回应 去讨论 还有对一件事 对他觉得是 对他不公道 或者他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最好的 这样就是比对 然后那些人不一定会选择 是说依从主持人的 那个态度 或者那个角度去看 而且很重要 就是根本上我们不认同一个 一个就是说 以声量大小 来决定哪个道理 对于不对 是吧 另外一样呢 我想不单是打来的那个听众 本身 而是家庭的听众 就是看台字有功论 你以为你讲得对 他讲得不对 你以为那些家庭的听众 他们蠢的吗 他们不蠢 他们很轻易呢 是分辨到哪个合理 哪个不合理 就是群众眼睛雪亮 我们用 都不是说主持人 大声折底的 大声别人就觉得 我没理由的 通常因为我大声 你弄下这些精量 他跟他一样大声 瓜哥 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主持人本身 去主持这些节目 需不需要有一个立场呢 你问我呢 我就不懂别的东西 我只懂每一个所谓的评论员 我们称自己的评论员 我想一个问题就是 一定有立场 我不是新闻报道员 我是评论一件事 如果评论那件事 没有立场的 自己没有一个既定的立场 没有一个观点 如何评论那件事 那就是做求證的 你打电话来 你说啊 那好吧 你呢 那就拜拜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我觉得是 主持人可以有他的意见 但当我们在这些 陈水的意见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说两个层次的东西 一个就是立场 另一个就是观点 我就觉得主持人 不应该有一个既定的立场 因为大气电波是公众的资源 不是个人主持人的私产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 给社会上不同的政治主张 不同的政见 不同的观点的人 都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因为直节目前为止 节目的主持人 他是有一个优势的 他不让人说的时候 他都关掉了一个咪 我们不能关掉 你不能关掉 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 休息回来之后 再继续我们讨论 欢迎回来《停不了的声音》的讨论》 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的 就是几位电台封烟节目主持人 刚刚就说到封烟节目本身 节目主持人 应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呢 当然 或者是不需要说到既定的立场 但是对每一件事都是有观点 我自己有观点的 我都很坦白地承认 但是如果是没有观点的话 倒不如找个电话留言机 做节目主持人更好 但是有观点之余 我也要强调一样的 就是我也要让听众 自由坦率地表达他的听众方面的观点 但是呢 我就很希望有一个理性的讨论 就是说 除了观点之外 都希望说出 支撑这些观点背后的论据是怎样 我觉得那个立场很重要 就是说 除了你自己的立场之外 也容许他的打电话留言来说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 这两个意见都未是全部的意见 那我们应该立体一点 看各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补充一些背景 是啊 我同意林玉华所说 我们主持人是有个责任 不是提供不同的观点给大家参考 听众提了A观点 我提議 告诉他 社会上可能有B的观点 C的观点 D的观点 你好像整个观点 我不懂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叫观点 什么叫立场 我觉得观点和立场 是一样东西 我就看不到 怎样可以分开什么观点 什么立场 我有我的观点 我有我的立场 立场就是观点 问题就是听众的立场 第一件事就是 真理越辨越明 起码我有我既定的立场 起码他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 比如说到民主 是人都知道我支持民主的 说到这些小市民的心声 是人都知道我站在他那边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立场 也可能所谓 你们所谓的观点 观点和角度 但是起码 我打电话来的人 或者回应我们的人 他知道我有个立场的时候 其实对他来说有好处的 我已经是透明了 他就可以提出他的论点 去驳斥我的 在你做的节目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主持人主导的节目 或者是听众主导的节目 以九十年代为例 就是我们希望听多些听众的电话 因此节目的主体 就是以听众的电话来做主体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谓 主持人是有观点有立场 你们呢 我们就没有九十年代那么好 以为我为主 不是不是不是 他的好意思就是 他们可以有多些时间听电话 就是我们那个时间比较紧逼一点 因为你说话太多 商言电台 就是我们有太多广告支持 那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听电话 那个要比较少的机会 正如警方那个鲜明的态度 有一个好处的 能够带动一些讨论 那我们也能够就着那里 可以再跟他们谈多一点 有时候是好像他所说 不一定说越病越明 但是起码大家知道 原来是很多不同的 社会有不同的声音 向前看回一下 有不少的市民都会有点担心 就是这类的封建节目将来不知道会如何 就是说是否可以继续骂人呢 商台又是一个商业机构 港台又有官方色彩 会不会有一天 你的老闆叫你们修炼一下 或者有没有这种声音 已经开始 或者有这样的姿态给你看一下 李玉廉 你现在好像那些外国传媒 是啊 这个必定的问题 那些外国传媒有几千人在香港 就追着我们这班这样的人 就想我们讲一句话 7月1号之后就不可以再说话了 收档了 我又怕了 我又怕得要死了 我又这样那样 不怕的 我想我也可以代表大家说 我们绝对不怕 我觉得一样东西 能够反映到香港一国两制 和50年不变 唯一一样东西 我们是其中一个象征意义 而就是说 反对的声音 和不同的意见 仍然可以通过大力电波 说出来 就证明一样东西 香港有自由 这件事很重要的 我觉得 我怕的 我怕的 我怕做得不够好 这个我们怕的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 所谓停不了的声音 其实今上不是我们四位 我们四个 停不了的声音 就是 听众可以在很自由 完全无所据的情况之下 发表他们的意见 这个停不了的声音 是说市民的心声 我们做不做 很闲 我想吴明林说 刚刚有时 九十年代 就是听电话给他多 如果一天 市民不敢打电话 来说电话 就是说话的 或者打电话 全部说一样东西 我想这个节目都生存不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这个节目做得好 多人支持 怎样会被人停 有哪一个明智的 决策人会去停一个 受支持的节目呢 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在法律的层面上 比如说立一些法例 是令到言论的空间收窄的 未必限制了 未必说完全无法讲 但是收窄了 这一点你们又怕不怕呢 有信任法治精神 我们怕什么 法治精神就是要遵守法律 立了恶法 立了恶法 我想这些法例都会被人坐下 是不是 一样很简单 一上我收口很容易 所有电台都是讲国语 暂时不会啊 这一步 但是你们会不会担心 在法例上 会有一个对你们将来的影响呢 就是要违法就很难 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 封烟的节目 其实一就是受到 就是我们遵守法律 不要肥胖别人 第二 也是有所谓独得的规范 比如我们说的东西 就不可以要所谓品味 那些东西 除此两样之外 我们不觉得应该有 其他任何额外的限制 但是将来会有些什么的法立 这个我想要观其后效 看看是怎样 我想大家要向前看的了 你不能害怕 未来未发生的事情 害怕定先 不用做人 其实这一类的风景节目 你觉得在言论自由方面 香港这方面 能否发现一些促进 或者保护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持流利的 就是所谓Power Radio 就是这个所谓Talk Radio 全世界的一个风气 因为大家就是一个电台 这个风景节目 就是发挥了电子门界最大的功能 和听众有个互动的关系 很多人经常说 怕会不会没有言论自由 7月1日之后 会不会再没有这个节目 今天是7月2日 證明了7月1日之后的第一天 起码还有 言论自由 我觉得很重要 一件事 我们自己做新闻工作者 我们自己有没有害怕 如果我们自己都害怕 别人还没叫你不要说话 你自己已经不说话 那时候真的没有言论自由 不同意见才好 拆出火花 真的 所以我和大班 整天都在这儿捉摸 真的好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恐怕你们的节目 会受到限制 或者要保护言论自由 反正来问一个问题 在自由之外 责任的问题 譬如说风景节目 很多时候都是 很多听众打电话来 跟着可以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或者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投诉 对于他们的意见的真确性 或者如何令到他们所说的东西 合乎法律下的 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个问题 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经常都记得 克林顿总统有一句说话 有意思 他可能是弃然 但他的说话就是说 如果你挑拨仇恨 你会做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 但是如果你宣扬爱 肯定听众都睡觉 我知道挑拨仇恨 肯定是会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 不过我们的节目 除了是一个节目之外 也是一个公器 所以你刚才问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觉得我们自己 首先譬如说 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 那个社会很分化 我自己觉得是 至少不要制作仇恨 90年代听众没有睡觉 換句话来说 你挑拨仇恨 不是 但会不会被利用呢 譬如说我组织的电话来 在这里讲电话 或者是透露一些资料去抹黑一些人 那样东西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位置都有经验的 是我们控制到的 直战在为之 也没有什么事发生 那为什么我们要害怕 将来有什么事发生 我想那个节目主持人本身 对掌握那个节目的 那个控制的能力 是受到考验的 所以当然我们一定有我们的责任 第一是不可以被人利用 第二样东西 有港管局的条例监察 是 如果我们都控制不了 那个延长的气氛 或者谈话内容 我想我们都不如急流勇退 偶尔间 可能都会被利用的时候 就是可能有些误导的时候 我们都有跟进 然后第二天 或者甚至同一天 我们会立刻跟进 是澄清的 而且自己判断力也很重要 是的 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 是被他利用 因为有理由在哪里 例如他讲一个意见 我是会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看 说完个论据 而心机旁边的听众 是要得分辨 我们都试过 有个人说 地铁公司屈去搭霸王车 根本就不需要去查 在讨论里面 在讨论里面 你骗我 知道他的漏洞 你够暈 总的来说 在这一类节目 你去前瞻这一类节目 即是未来扮演的角色 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 言论自由的捍卫者 和实践者 我就继续要开放这个原理 给听众自由发表意见 停不留的声音 是从听众的角度来说 而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社会上 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社会的声音 是单元化的话 那就没有一角两制了 我们其实最重要 就是作为一个指标 如果社会容许 有人认为我们是噪音 容许这种噪音的存在 就是所谓那种有用乃大 我觉得香港社会 就继续繁荣承 但是你会容许 别人有别人的言论自由 不是只有一个节目的 有九十年代 下午又有什么节目 晚上有什么节目 还有很多电台 我想这是一个选择来的 可能我有我的立场 其他节目主持人 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有风格和立场 吴明林和我又不同 甚至乎我和林奕華 坐在一起 我们的立场都不同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百花齐放的局面 夠膽直言很重要 而且要讲自己相信的说话 这个很重要 而且刚才郑大帆说的 很容易搞一个平衡 我觉得平衡自然 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是存在的 不需要在个别的节目里面 找刻意地 人为地 制造一个平衡 我想我很同意 吴明林说的 你每个节目求了平衡 所有节目是单元的 全部是一样的 很难得大家 竟然有个共同的结论 要讲封烟节目 怎样做 应该怎样做 怎样做得好 可能以后的前景又会怎样 其实都 我想还有可以说几天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意见 同不同都好 大家其实目的 都是希望努力 去提供一个 意见自由的原地 我都希望 有原地的时候 都需要有人参与 和有人珍惜 我都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和珍惜 我们的言论自由 今天就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